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救活大尾 今儿想跟大家聊聊天 很多朋友们都问 你去早市最近怎么不拍这个收东西过程的视频了 是这样的 今天早市刚去 没多一会儿城管就来了 所以没收着什么东西 就收了点这个瓷碗 看着还不错 然后就给收了 为什么不拍呢 是因为这都是非法的战道经营 北京这管的比较严 所以呢商贩对你拿着这个手机拍他们 非常敏感 以为是执法的留证据呢 所以说呢都不让拍 可能因为这个拍摄动作还会吵架 还会骂我几句 咱们犯不上 所以呢最近的收获视频都没有给大家拍摄这个收获过程的啊 都是结果 就收了什么东西 今儿刚去 这就被抄了 所以呢没收着东西 就收了一个五件套 这五件套都是新的 也不值什么钱 二十二十块 两个小勺 还有俩小碗 不是什么质量太好的 就是这个贴花的 然后都带包装 然后都带包装 和这一样 这个晚上倒没看见有花 这勺上有花 然后还有这个六个碗 六个勺的 就收了这么点东西 没有老物件 今天老五件的也都没看见 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吧 不过都是全新的 瞎收着玩吧 要不然也白跑一趟 今天就这个话题啊 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还有问大柳树什么时候开业 大柳树现在是申请阶段 还没有批下来 批下来 我会通知大家 到时候到了那儿 咱们就随便拍了 感谢最近没有拍摄的这些日子里 朋友们的陪伴 守候和等待 大伟也非常的感动 最后呢 再次感谢朋友们关注旧货大伟 欢迎您点赞 私信转发 评论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